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ARTBOG的頻道 我是Anthony 今天跟大家介紹新產品 就是枱頭的NICOR電子吹氣泵 專門給攝影器材用 可能你會說已經介紹了很多次 不要誤會 今次是全新的 NICOR在近兩三年不斷發展攝影器材配件 例如充電器、USB充電器、吹氣泵 清潔器材配件 每天都推出了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去我們公司網頁看看 今次吹氣泵已經來到第五代 今次這個叫BB NANO 小很多 其實它在農曆新年之前已經說會推出 但我一直等到現在才跟大家開箱 因為我一直等它兩件很重要的配件 我們現在立即開箱看看 來到這個TopShot 就讓大家看看今次這四件產品 主機、三件配件 其實這些配件不貴的 不用擔心 大約五、六十元左右 一塊FILTER是幾十元 所以挺划算配合在一起 達到最佳的效果 立即開箱了 今次這個是BB NANO 盒子很小 簡簡單單單 一如以往 包裝都很漂亮 還是NICOR的黃色 今次沒有其他東西 只有主機 今次最近我發現 NICOR廠連幾個充電線都不送給你了 相信大家都有 就是Type-C的充電線 環保 不用拿太多線 立即拿上手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部機真的很小 大家可以看到BB NANO 黃色的USB充電 開關鍵 就是NICOR牌子名 這裡就是入風位 我們常常說 好像FILTER一樣 這裡就是摩托 這個FILTER是普通版的FILTER 其實它有一個進階版的FILTER 稍後再解釋給大家看 這部機只有這樣 有一個短嘴 這個短嘴 不要看到它是普通橡膠 當然 因為它是用來噴 有時候如果萬一不小心 刺進去 它一定是軟嘴 讓它更加保護性 更加強 這個嘴 我先拆出來 它是一個橡膠嘴 不要以為橡膠嘴 沒有什麼特別 很普通 但其實這個橡膠嘴 廠都很細心 大家如果留意到 有時候有些橡膠 尤其是這些磨砂面 很容易用久會黏黏的 而且會很黏層 這個廠標榜 是不黏層 而且不會黏的 所以廠都很細心 可以留意到這些 當然 因為清潔用品 如果還黏層 就沒什麼作用 然後 這裡 你看到好像那個 蝦的位置 就給大家上不同的配件 其實上很簡單 對回它的卡位 上去之後 要拋一下 它就卡實了 除了 就拋出來 其實也很方便 一定要卡死 否則它掉下來 整部機就是這樣 怎麼操作呢 其實很簡單 按一下 它會亮燈 顯示給你聽 電量 但如果你想快速 吹 按下去就可以了 它會立刻幫你進入一個 吹出風的狀態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聽 可以聽一下 按下去 按下去 對 它已經在出風 挺大風 對 這樣就停了 但如果整天按著很辛苦 很簡單 只要按兩下 它就會進入一個普通模式 再按多下 它就會變成Turbo 好 然後長按 它就關機了 好 既然廠方說 每小時有40公里 可以去到 我當然要用我的 法寶 來一起檢驗一下 它是否真的可以去到 這個數字 我們有這個測風2 我可以用這個 我現在試一下它普通模式 的時候 看看它可以去到多少 數字顯示到它可以最高的時速去到多少 按兩下 開機 好了 在普通模式下 都差不多 真的有40公里 每小時 33.7公里 我們可以量度 如果我們用Turbo Mode 又不知道去到多少 我們馬上試一下 如果我們用Turbo Mode的時候 它可以去到差不多接近70公里 每小時70公里 都頗快 其實都可以拍得住 我們之前的BBNino BB2 第一 BB2 每小時去到80公里 其實這個都接近70公里 其實都頗足夠 測完風速 就看到它真的不少 那麼厲害 其實它重重量都是99g 其實廠方說 如果你充滿電 在Full Power裡面去用 即是最高速的吹 其實可以吹90次 當你每次吹10秒 都可以吹90次 如果你是普通模式的吹風 其實可以用到210次 即是廠方的測試 好了 介紹完這部 小小部 相信大家都挺心動的 我們馬上事不宜遲 現在就看看它的專用配件 這次的專用配件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是清潔擴充套裝 這個套裝 我們先開給大家看看 套裝裡面有三件 分別就是 一個搏長加長的吹嘴 一個給吹塞機身的毛 黑色的 還有這個給你吹鏡頭用的 鏡片用的 白色的 這樣就是做的 還有它這三個 都是剛才我有介紹過 是有卡口 給你安裝在這個機身的前面 同樣 記得要進入筍位 才能插得緊的 這個就讓你把孔孔孔吹 而另外這兩個 大家一定要分得清楚 這兩個千萬不要撈亂 一撈亂就很麻煩 這個黑色是給你掃機身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上面的毛的切口是平切的 所以近看一點 看看對照照 所以它也挺粗糙糙的 所以只限於給你掃機身 千萬不要掃鏡頭 如果你掃鏡頭鏡片的話 就要用這個了 這個毛是斜切的 掃下去的時候會更滑 所以方便用來掃鏡頭用 所以記住 如果你真的想用來吹鏡頭用 記得一定要用白色 然後一邊開機一邊吹一邊掃 我不開機因為很吵 因為會吵著收音 可能你開著機一邊掃 就可以把塵 沙沙石石 這樣一次過吹走 帶走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撈亂 黑色和白色這兩個頭 好了 繼續我們就看看這次這個 最特別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 換備挺強的一個吸塵機套裝 大家都知道 吹風機這些吹氣泵 一邊就出風 一邊就入風 這次的廠 連吸氣的位置都用來玩一份 好了 這個吸塵機套裝 真的只是給你用來吸塵 裡面有一個吸塵的儲存 大家可以看到 它裡面也有一個類似濾鏡的網 讓你們儲存一些髒的東西 也要把位置放回去 然後另外這兩個 一個就是掃 這個延伸和之前的不同 大家不要撈亂 雖然大家都很像 但一個是斜切 一個是平切 但後面的孔是不同的 大家千萬不要撈亂 一個大一點一個小一點 這個就是給你用來 使用吸塵機套用的 好 那怎樣使用呢 使用的時候 就把手機吹氣的嘴巴拔走 還有把濾鏡脫掉 然後把吸塵機的配件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用這兩個嘴巴 專用的嘴巴 一個是延伸的吸嘴 另一個是帶有素的吸嘴 同樣的 剛才也有說過 這個是有些平切的 所以只是吸機身後 不要吸鏡頭 這個就這樣拆下去就可以了 同樣 它一開機 就會吸塵塵在這個位置 究竟它 對了 然後這個就是 一邊吸一邊掃 這個是挺特別的 究竟它的吸力是怎樣 我開一個Turbo Mode給大家看一下 當然了 大家就不要預期它好像一個吸塵機那麼厲害 它只不過是真的給你吸塵 塵塵 數下相機 是一個挺有趣的玩具 我可以這樣說 你不要期望它真的可以幫你吸到很大的塵 但是呢 用來普通吸鍵盤 鍵盤 鍵盤 或者電子產品 其實都絕對有餘 你看到其實呢 我不知道畫面大家看到嗎 其實呢 我剛才吸都已經吸了一些塵在裡面 看到一些細小點的白色在裡面 證明是有些塵是真的吸到進去的 好了 這裡就是吸塵創充套裝了 說起吸塵 最後就要介紹這個 這個是一個濾濾 那濾濾 那濾濾有什麼用呢 其實呢 用得久 大家都知道 它是透過在尾部吸氣 然後再噴出去 加速把氣噴出來 所以有時候噴出來的氣乾不乾淨 都是很取決於你這塊濾濾的 那有些可能 如果你拆了它來用 基本上空氣沒有過濾的話 出來的風 都可能帶有些微粒 甚至乎有些塵 那你就吹回到CCD 吹回到Sensor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用的時候 一定要有濾濾 那如果你想再乾淨一點 就可以配一個濾濾 普通濾濾就是200 這個呢 你當它是200度和250度 那密度是會高很多的 高25%的 那開給大家看看 其實呢 普通就這樣看 是看不到有什麼分別的 它又沒有分不同顏色 密度呢 肉眼是真的看不到的 現在我透過燈光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不看到分別呢 其實我也看不到分別的 唯一就是 在後面 它有個小小的數字 有個2和有個3字 大家看到反光面 看到3是250度的格網 那用了這個格網的時候 那用了這個格網之後呢 假設過的空氣是會乾淨一點的 亦都因為它過的密度太高了 高過之前那個 入風量是會少一點的 那怎麼證明呢 我們又是用這部機 讓大家看看 當它吹的時候 看看它出來的風速有沒有減弱 我們試一下用最強的方法吧 那剛才呢 因為我會透過不同的移動 出來的效果又不是真的差很遠 出來的風速 弱了一點點 但也不是差很遠 都是去到六十幾 所以出來的密度提高了 出來的風速弱了一點點 但也不是很明顯的 今天介紹了 這個就是今次的BB Nano的配件系列 不知道你覺得哪個比較好用呢 好了 看完我們這個BB Nano的一個測試之後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覺得怎樣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但我相信大家第一個感覺 就是究竟這個吹風機BB Nano 和之前BB2 BB Mini有什麼分別 還不是這樣吹 其實某程度上是對的 它們都是這樣吹的 都是這樣用法 亦都有不同的專用配件 是給大家去選購 令到它的功能更加好 但是呢 其實呢 你細心一點看 其實它裡面是有些不同的 那有些什麼不同呢 包括 例如就是它們的電量 電量的意思是它可以用的時間 例如BB Mini 就是這個系列裡面用的最久 因為它的體積大 雖然它是Mini 但是它的電量是很舊的 官方測試就是用了200多次 剛才我們說這裡都是用大概90次而已 幾倍的 差不多3倍 所以它的電量又不同 而且它的轉速又有些不同 BB Mini的轉速就是每分鐘25000轉 這個BB Nano就四萬轉 BB2也是四萬轉 但是BB2的風速和結構不同 所以吹出來的風速又不同 所以吹出來的風速又不同 用的配件又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雖然都是這樣用 但是呢 就要按照大家的需要 例如說 有一塊是BB Mini BB2 可能是在家裡用的 吹相機的 BB Nano 可能是拿出外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在街上吹一下 所以大家買的時候 要記住 可以去我們的經銷商 或者可以去我們 Appboard Online 選購也可以 最後 可能大家都發現 最近 Night Core 還有一部 這部就叫AD10 究竟這部又是什麼 又是怎樣吹發呢 我們留下集 再跟大家詳細看一看 究竟它是怎樣吹發 記住了 臨走前 點贊分享留言 繼續支持我們 以及去我們的網站 或者HATV Mall 都有我們的產品 記得 買一套 慢慢回家慢慢玩 今天介紹就是這樣 我們下集再講一講 拜拜